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的是一道爆炒萝卜丝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空碗 用这种刮丝器 把一整根白萝卜刮成一条一条的细丝 这个真的超级好用 你看一下子就刮出来这么多 然后我们往白萝卜里加入一勺盐 撒上多一点点的胡椒粉 用我们勤劳的双手 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抓拌一会儿 让盐和胡椒粉充分混合均匀 大概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拿到一边备用 接着我们另外起锅 捡入一点点的大蒜 还有一些的双酱 再往里面搓入一些红萝卜丝 不需要搓太多 大概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倒入多一点点的油 然后就可以点火了 有热以后 我们把胡萝卜给它炒出香味来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分享家常菜 喜欢的朋友关注和爱心点一波 谢谢各位了 大概炒成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好 然后我们往里加入一些青菜 同样给它翻炒一下 不用完全炒熟 我们直接加入我们的主角 白萝卜丝 开始不停地翻炒 我这颠锅技术真是越来越熟练了 果然是熟能生巧 接着我们往里加入一点点的蚝油 还有鸡汁 再来一点点的酱油 然后开始给它翻炒均匀 直到完全炒熟 大概就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看看成品的效果吧 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有食欲